大家好 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定電話來的 電話熱線是204-6566或者給電郵我們 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繼續跟Arnold談談1699普天食品的股份 暫時股價向好升近一成這麼多部 1.39升一毫二指 不過可以說之前的三日來講 都有個三支的大陰燭下來了 現在就回到十天線上 暫時怎樣部署這個股份 有甚麼利好因素令到今天升一成這麼多 關不關就是剛剛公佈的CPI數字 豬肉價格方面 說到環比上漲5% 是否對這個股份有提振作用 沒錯 你說補甜食品也好 雨潤或者晚舟等等 豬肉價格的升跌對於這些股份 影響會比較大 因為始終公司從事三豬等等的上游木桌 甚至是做到下游分銷等等 所以其實在這些產業上面 說到他們的豬肉價格 對他們整體公司的盈利能力 有一個非常重大的影響在這裡 你看回豬肉價格 自從內地的通脹壓力非常高的時候 自從豬肉價格見頂回落之後 勢頭又一直回落 始終主要原因就是 之前是因為養豬方面 牧場供應不足的行業 其實一門航門藍入 不算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因此都令到 內地的豬肉價格不斷推升 但是自從2011年那段時間開始 內地真的多了很多這些生豬場供應等等 都令到供應開始慢慢地 從之前較低的水平回升上來 所以豬肉價格都不斷地回落 亦都是令到CPI升幅不斷拖低的主要原因 而現階段你看回內地整體的CPI 回落到一些比較合理的2%的水平 但是你都見到豬肉價格 開始有個存定的跡象 甚至見到環底有個回升的勢頭 反而在現階段 回落的是在其他的物價指數上 這方面令到市場都覺得 未來來說 豬肉價格可能會有機會 在這些位置存定 我自己看回 其實你說豬肉價格未來來說 我相信要回落到一個大升的勢頭 我覺得是會有比較困難的 因為事實上真的見到 很多的生豬場供應等等 都令到現階段內地方面 豬肉方面的供應 都沒有再非常緊張 所以我想你看回 其實這方面 未來來說 豬肉價格很難回升 但是再會不會大幅回落 我想你看到現階段 豬肉價格都調整了不少 這些位置應該有初步的支持力度 所以你看回 這個板塊短線來說有個炒作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長遠來說 始終在講 整體而言 供應仍然是非常充裕 這些因素 我都相信很難支持到這個板塊 會有個長聲長有的跡象 但是會不會說 其實普田食品這個股份 我們說到 豬肉價格終於可以升上來 見底回升 CPI數字都知道 環比升5% 還有這間公司 會不會說本身自己都有一些優勢 始終他們都是一個垂直化的豬肉供應商 上游、中游、下游 全部自己搞定了 還有他們的銷售網 都非常完善 有100個這麼多 另外也知道 他們接下來有很多不同的擴充 公司行動等等 其實會不會聽到這個股份 或者整個板來說 這就是最值得投資的呢 現在一段 可能見到今天的股價 相對地上升得比較多 某程度上 真正在講的是 內地開始有消息 說到內地的豬肉價格 有機會達到一個再次上行的週期 如果豬肉價格 真的未來講 急著 升上去 普田食品絕對有條件創新高 不過正如我之前所講 現階段內地真的有很多 跟以前的非常不同的分別 就是在講 養豬場真的多了非常多 始終在供應充裕的情況下 簡單一點就跟其他行業 產能過剩的問題一樣 我都相信 豬肉價格 很難再會有大幅回升的勢頭在 至於你講到之前 可能隨值一體化 等等這方面 其實在很多不同的股份都講到 隨值一體化不是真的非常理想 雖然從事上游、中游、下游 能夠控制成本 但是隨值一體化 要能夠發揮最大的效應 或者有一個很大的幫助的情況 前提要講 行業的前景真的非常看好的 但是之前提及到 如果豬肉價格不能夠長升長有 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能夠轉嫁回上關的成本 是有一個難度在 甚至是研究這段的養豬場非常多 他們能不能夠把所有的成本轉嫁出去 這是未知之數 反而如果成本不能夠轉嫁出去 上游、中游、下游都面對著成本問題的情況下 其實營利能力未必是真的太可觀 所以我想要看這個版法 短炒是有一個炒作因素 但是長線看基本因素上 我自己就不會看得非常樂觀 好的 我們先看看技術分析 6199… 不…應該是… 好甜是多少 1688 1688 1699 OK 不好意思 都看回了 一直保持升勢 現在升9%上來 1.3毫9 技術分析方面 剛剛都提到 其實連跌了3天 現在升上來 其實如果未有課 可否去追正 還是聽完你分析 回一回好一點 這些位置追 我不是太建議 雖然短期有一個炒作的藉口 但我想看回今天來說 可能真的是一個技術反彈位置 甚至你看到股價反彈到10天線 這些位置之後 反彈幅度都不算非常理想 1.4毫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位 所以短期後市 會比較關鍵 看看能否能夠突破過4這些位置 如果能夠突破過4這些位置 再在上網是可以的 始終現階段市場都在猜猪肉價格 未來來說有機會回升 但這些位置去追 就真的不是太建議 有課的可以考慮 看回過3這些位置 其實過3這些50天線 都看到有個初步的支持 不跌出50天線 1.3毫這些位置 暫時來說 可以繼續拿著 看看能否能夠突破10天線 1.4毫這些位置 如果突破10天線 我相信股價的確是會有機會 突破之前的高位 過半這些水平 不妨可以等到股價回升到過6 或者是在裡面的位置 才去顧出獲利 好的 先謝謝Arno在普天食飯方面的分析 我們之後轉換話題 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跟進一下比亞迪先 暫時股價向好的 升超過百分之1 56.25 其實我們不斷說的 就是汽車股來講 如果要選擇 數一數以只有489或1211 1211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保持在新能源汽車的目錄方面 也要看一些消息 其實今天來講 多間車企入為首批的智能車的目錄 比亞迪方面 受到這個消息 也升了上來 而且有大行唱好 摩通就講研究報告 給它一個增持的評級 目標價更加看得是68元 這次來講 就有28間公司入了目錄 當中比亞迪 長氣、吉里、港氣等等 都是榜上有名的 繼續受惠住各財方面的扶持 大行 68元 會不會有些難度正怎樣 去到68元 現時的價格都是56元 要升多 差不多接近兩成多 是有一個難度在 但我想對於比亞迪的看法 或者整個汽車版塊上面 如果單論汽車版塊 今年的看法會比較忠誠 我都相信 整個汽車行業 很難回復一個很強勁 或者很可觀的增長 但是你看看部份的股 像東風、吉里等等 股值相對比較低 是有吸引力 但看始終好像吉里為例 就見到他們的汽車銷售情況 就真的非常舒略 所以你看看也未必會考慮 成為投資的選擇 所以今年來講 汽車股可能比較安全一點 可能說華盛 東風或者比亞迪為主 但是華盛現階段 都見到股價調整壓力比較大 所以你說比亞迪跟東風 的確相對比較可趣 其實大量為何東風可能比較可趣 某程度上現階段市場 都開始提及東風未來 一些日系的汽車 都有機會出一些新能源汽車等等 但是如果你說 東風出一些新能源汽車等等 會對比亞迪造成競爭壓力 是有這個風險因素在 但是你會看回東風 一些新能源汽車 現階段都提及到 一些日產的純電動車 E30 都是在下年才會推出 所以短線來說 比亞迪仍然在內地的電動車市場上 可以說是獨佔一哥的地位 這方面的確是一個利好因素 儘管股值是貴 但是我覺得股價有這些補貼政策等等的扶持 現階段的競爭也不算非常惡劣的情況下 股價是有條件再一步上升 但是上網多少 重回整個技術走勢看 現階段都見到股價在10天線 56元這些位置有個初步的支持在 我覺得你說只要不跌穿這條10天線 股價的確有條件繼續沉頂 但是之前提及到比亞迪仍然在PE計算 股值就真的非常貴 能不能夠看到68元這些位置 我會有個保留 但是有貨的投資者 這些位置只要不跌穿56元這些水平 我覺得可以繼續持續 短線目標我覺得有條件 望回60元這些水平 謝謝Anno 我們節目時間就差不多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和大家看看其他股份的表現 和開始解答你們的電話問題 千萬不要走開了 熱線204-6566 我們稍後再談